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还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 因此到底是普通小区买大房 还是高档小区买小房子更好 那就要因人而异 当然如果你现阶段并不是一定非要买房的话 租房可以轻松体验这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相当买房租房更加灵活 也可以随时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